香港前政務司長李家超 以接近百分百的得票率 當選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警政系統出身的他 能容登特首寶座 北京當局的態度相當重要 當然外界也一再認為 李家超會是中共最信任的在港代理人 然而就在李家超當選不到三天 香港警方便以涉嫌違反 港版國安法的勾結外國勢力罪 拘捕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五位信託人 港府背後的動機引起外界關注 今天的國際新聞評論要來談談 港府選在此時此刻大動作 進行拘捕主要的用意為何 難道是要為新任特首李家超撞聲勢嗎 這次招到拘捕的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五位信託人 其中有兩位是台灣社會較為熟悉的公眾人物 分別是香港知名藝人核運師以及天主教香港教區 融退主教陳日君書姬 一位是熱衷參與香港社會運動為香港公益發聲的藝人 並為則是具社會威望的宗教人士 長期關注社會運動與宗教自由 兩位長期投入香港民主發展如今被拘捕 雖然之後獲准交保但顯然港府必有用心 612人道支援基金是2019年6月中設立 成立宗旨是要針對參與反送中運動的人士 在運動中受傷或被捕時提供人道支援包括醫療 心理精神法律等相關援助 該基金有五位具社會公信力的人士擔任信託人 一直到2021年的8月結束運作 運作期間頻頻遭親中媒體的批評 建議政府應該對此基金展開徹查 港警國安處也隨後依照港版國安法 要求基金提供捐款資料 當然612人道支援基金也對外表示 該基金的成立目的與一般社福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無益 認為港府以國安為名進行調查是刻意曲解 多數輿論也指出612人道支援基金會停止運作的決定 就是來自港府的政治打壓 這也解釋了近日港府大動作拘捕五位信託人 其實就是在秋後算帳 羅織國安罪名同時警告其他民主派人士 以發揮殺機儆猴的效果 問題是港府選在這個時機點抓捕 頗令人亡位 難道是要取悅新任特首李家超嗎 不過恐怕不是這麼簡單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的任期只剩不到兩個月 理應看守政府不會有太多的作為 但是畢竟這涉及國安層級 大動作拘捕公眾人士絕對與中共中央的意志有關 換言之如果沒有北京當局的受益 港府不可能靜置展開抓捕 更遑論隨後給予破準保釋 顯然警示的意味濃厚 值得留意的是這次港府針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的拘捕動作 其中香港藝人何韻詩是第二度被港警國安處抓捕 2021年12月底港警針對禮場新聞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展開拘捕相關人士 當時何韻詩就是其中議員 雖然也獲得保釋 但相關案件仍在進行當中 再加上這次的拘捕行動 對何韻詩等人來說 後續恐怕會面臨更多司法濫訴 與政治壓力的問題 對於香港的處境 國際社會一再對港府發出強烈的譴責 也呼籲北京當局不要扼殺異議人士的權利與自由 但是再多的譴責和呼籲都無濟於事 主要原因在於中共中央無法容忍任何政治風險出現 尤其是今年即將登場的中共二十大 絕對會全力壓制香港民主意識 這也是為何林鄭月娥無法參與特首改選 以及李家超能獲得接任的原因所在 北京當局需要李家超來貫徹中央意志 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被拘捕 這是中共懲治香港的一貫作為 也是北京當局向後任特首李家超傳遞的政治訊息 可以想像的是李家超正式走馬上任後 以他強硬的鐵碗作風 勢必會加快進行政治抓捕與司法控訴動作 可以說何韻詩陳日君等人被港警拘捕 這是港府表現積極配合中央的起手勢 掌握警政系統的李家超 勢必會善用自己所累積的網絡關係 與執法能力對內消滅民主勢力 香港的未來依舊堪憂